如佛州选今天进入决战时刻 超过253万名选民今早8点开始 陆续到设立的1021个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 那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连线人在居栏的记者林晓彤 晓彤你现在是在哪一间投票站 那投票过程还顺利吗 是的美玲我目前所在的居栏技职学院呢 是居栏20个投票站中最大的一个 会有超过8800名选民来到这里投票的 那我们在现场就可以看到 这里的这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是非常到位的 所有投票通道前面摆放着的椅子 就是给选民坐着等待的椅子呢 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还有不少的工作人员 时刻的在提醒选民要保持肢体距离 那虽然说这里有13个投票的这个通道 可是呢并没有一个通道是属于生长者 还有那些行动不变人士投票的通道 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刚刚这个监票员 给我们的解说还有生长者的说法 只要他们是要做论在行动不变的话 不能跑路梯的话都是能够要求 Sauran的KTM拿他们的那个票 再给他们再要客室头 然后再放回去他们的原本的教室 是的 虽然说这个投票是在早上8点才开始 不过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选民前来排队等待了 但大多都是年长者 或者是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或者以上的这些成年人 年轻人是比较少的 但我刚刚还是遇到了一些 二十岁左右的首头族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他们第一次投票的心情 当我轻人在第一次拍摄 因为第一次投票的 应该没有試过 所以不知他在台湾的 第三天才刚刚才是到台湾的 所以这次投票的 当年代刚刚来 所以这是第一次投票 感觉奇妙了 因为第一次投票 因为之前没有试过 所以不知道他讲 投票那些 所以我觉得不错 好的美玲 以上是我在居栏的 这个投票站这里 所掌握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先把时间交回给你 谢谢小彤 在现场为我们捎来的报道